马国明和汤诺文在外地举行婚礼 由多位圈中好友出席 不过马明的好兄弟郑家荣 之前在访问中说到 因为要照顾 所以未必有时间出席马明的婚礼 因此有传两人不和 家荣这日出席活动时就说 一定要郑重澄清事件 我是对马明说 这次真是不好意思你 我真是对不起你 麻烦你还要在这么忙碌的时间 筹备婚礼当中 还要抽时间帮我出来计划 你想想我多不好意思 因为我和马明在当日访问之前 传什么不和打架 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谈好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未必来到你婚礼 他也都很了解 也都知道我难住 所以我们之后的planning 就是约了你忙完之后你回来香港 我来吃顿饭 我亲手送个礼给你 我和他私底下都拆备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出来我还要说那么多呢 当你不说那么多 就有这么多的遐想出现了 是的 原来我这次都经历市长一次的 其实为了别人 你身边的人都不要添麻烦 或者我太太也好 其他真的不好意思 这次令到其他人添麻烦的人 我以後會留意 會著緊 我說話不會那麼簡短 不喜歡解釋 或者不喜歡解釋 都要解釋 應該要很開心就是你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明白究竟 這個根本上是嘉雯一向的性格 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就不可以代表全香港 我身邊的朋友只有這麼多 他明白而已 地帶人 為什麼他這樣的 說沒有時間去別人婚禮也有的 他們是放大了 說不會浪費時間做其他事 你的意思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尺寸呢 小弟真的沒有說過尺寸 尺寸是浪費的意思 我那天是這樣說的 我說我現在是三個小朋友 時間就很有限 要怎樣用時間呢 我都要很緊張 如果你說出埠 要去參加個婚禮 我就未必應付到 尺寸就真的不是出著我的口 你聽我那天這麼多的訪問 我就重複題 我沒有說過尺寸 沒有啊 我真的沒有說過尺寸 有時是有位記者朋友說 那就是浪費時間 我說一天只有24小時 其實我不是浪費 浪費就很不對 因為去別人的婚禮 能否去到也不是浪費時間 那其實我覺得親戚啊 或者是家人的事呢 我就不多說了 OK 那如果我是 裏面的內容呢 大概都知道說什麼兩面人啊 或者 如果我是這麼聰明 這麼會做人的話呢 那我現在就不用說這番話了 跟大家 就是現在我不用在那裡解話了 是 或者某些人 哇 她跪下啊 她解話啊 是啊 那我現在不是經常為自己 那要講清楚這件事 是的 不要牽涉其他人了 就是我一人做事一人當 嗯 這個是我的性格 是 我會檢討一下的 但是如果不牽涉其他人呢 我又未必會改的 就是這樣 明白 明白 明白